现在录了这个iPad 大概有一年左右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iPad相关的 所有一切的配件 那么马上开始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na 那我的iPad主要是用于学习 和我频道一些视频 制作的相关事情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配件 就是这么一个Hub了 这个也是我使用频率 非常高的一个配件 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iPad只有这么一个口 然后把这个插到这个里面之后 就会有多几个不同的插口 首先一个就是普通的USB 然后还有一个读卡 和一个小的读卡器 这个就是如果你喜欢摄影 或者你想在外面接一个有线的鼠标 在身上背着一个 这个总会用上的 平时如果拍完照片或者视频 想在iPad上查看或者剪辑的话 这个就一定会用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价格不高 但是非常有一个配件 第二个就是我最近经常 受到大家疑问的 一个iPad的支架 它其实就是我原本的手机支架 我不会说它非常稳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把它架在那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它不会自己掉下来 但是你也不能说你去拍打它 或者去晃这个桌子 那我这个支架的使用呢 主要就是我平时可能 我在电脑上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把这个当成 我的第二个显示屏来用 那有个支架之后 它的高度就跟我的电脑差不多了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使用方法 就是如果你在家里 想要用一个iPad来打字 但是就是希望能以一个 比较舒服一点的姿态打字的话 你可以直接配上你的苹果键盘 或者任何一个蓝牙键盘 然后就可以直接以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姿势去打字 就不会那么容易要上背腾 所以我觉得这个支架呢 是如果你在家里还会用iPad的话 非常有必要的 它这个不算配件了 但是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 苹果自身的这个键盘 是可以直接连上iPad 因为它是蓝牙的 我们的下一个配件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但是也有人有疑问的 就是自己要不要入呢 就是这个笔 那这个笔 我觉得在哪一些情况中有用呢 首先就是我会有一些手写的笔记 我会用到这只笔 第二就是我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我写一些标题或者画画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目前不打算绘画 或者去收写笔记 我觉得是不需要购入这只笔的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优惠 所以你之后需要的话 再买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iPad上的这个膜了 很多人有问我 你有用类质膜吗 或者钢化膜吗 我自己贴的也是一个钢化膜 也是我随便在那个AliExpress上找到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找一个中等价位的 我觉得就OK了 我没有用纸类膜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还是想要用它来剪视频 或者修修图这样 我就是不希望它会影响到我的视觉 而且它这么漂亮 这么高清的屏幕 我觉得贴了那只膜有点浪费 所以对于我这个不是纯手写党的人来说 更喜欢就是保持它的清晰度 那我贴钢化膜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之前在前一期iPad Pro的视频 有跟他分享过 就是它刮滑了 而且我已经很小心翼翼 总是套着一个套子 它还是刮滑了 使用方面 我觉得确实用个钢化膜 会比它原来的屏幕滑一点点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为什么总是说 为什么这iPad这么滑 可能是因为你这里贴了这个钢化膜 它会比原来的那个屏幕更滑 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还是会先贴着它 因为我觉得背面刮滑 其实使用影响不是那么大 但前面刮滑的话 确实就是看着屏幕很不爽的 特别是对我这种强迫症来说 所以目前先贴着吧 等我哪天不喜欢了 我再把它摘掉 既然说到屏幕保护 我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家里用的一个简单的便衣套 这个我之前有提过 这个是ESR品牌的 然后它的优势就是 平时在家里这样携带方便 然后它有一个小小三脚夹 可以这样架着 也可以这样架着写字 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它这个优点就是轻便嘛 如果今天带着iPad的同时 我打算去逛节 那我可能就会携带它这样 这样我携带的时候 不会有那么多的负担 说到我们的第二个壳了 第二个壳是它的进阶版吧 可以说 因为这个会比那个重一点吧 但是它多了一个键盘 这个就是我用的最多的键盘 而且拍照的时候 也会经常有人问我的 这个其实就是 苹果官方的第一代的键盘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最佳的学习搭配的一个键盘吧 首先它价格不会过高 其次它携带起来 不会有过多的负担 这样小小的一个带去上课 真的很轻便的 我平时拿出门的时候 我放在我书包里 其实不会觉得特别重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适合 需要出门的学生的一个键盘 然后就说到了我的第三个保护套 就是苹果新出的这个第二代键盘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打字更加好用 真的很爽 那我之前原本是跟大家说 OK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跟大家一个review嘛 但是因为我确实没有怎么出门 所以我在家里用我的电脑比较多 也没有能够给到什么review 但是现在目前在家里 如果让我去抓一个键盘 我首先首选肯定是抓这个 因为这个打字会舒服很多 而且它有个鼠标在这里 所以使用体验真的是很好 但它的缺点就是很重 所以我建议 如果大家打算是在家里使用的话呢 可以直接买这个好的键盘 如果是要出门的话 建议大家买一袋的 这样会更方便携带 还有接下来最后两个 它不是直接算是配件 但是可能还会有人问到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底座 那有人会问我 你平时iPad怎么放 这个架子呢 其实就是用来存放我平时的东西呢 首先我有一个旧的这个MacBook Pro 我会把它存放在这 因为有时候还会用得到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用来放我的iPad 哇好重 平时我的墙角就是这样 把它们放在旁边的 我觉得这样很省位置 而且拿起来要很方便 另外呢这个也不算配件 但是也就非常多人问我的 那就是我的这个小书包 那这个我也是之前有提过的 这个是MU Design的一个包包嘛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 刚好能够放进我这个iPad 放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设计各方面我还是蛮喜欢的 那如果大家在选购包包的时候呢 记得要买比它至少宽两三厘米的 因为这个套它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包括你放进去拿出来也需要一定的空间 所以不要完全按照它的尺寸来买你的背包 另外呢我最近还入了第二个包 就是这么一个TOTE 然后我觉得携带起来也是蛮方便的 我觉得iPad的好处就是基本上什么包都能够放得下 这个也是我最近蛮喜欢的一个新的包包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包包也算是iPad的一个配件 是吧 是吧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视频啦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被安利到的配件呢 记得在弹幕里告诉我 新来的花姐点按关注 喜欢的花姐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